日落全景后期接片流程 分享我最常用的软硬件与绿晶插件 很久没有分享摄影后期的内容了 因为澳洲的冬天来了 我把电脑搬到了火炉旁边 围炉夜化就变成了围炉夜色 正好新来了电动滑轨 我们尝试一下跟焦拍摄 让完全静止的镜头多一点动感 昨天去测试了新滤镜 拍摄了一组日落接片 今天就用它来演示全景接片 构图裁剪以及后期调整思路 会涉及到暗部提亮 修复画笔火烧云加红 以及降噪锐化 最后水印输出等 我最常用的软件处理流程 今天还会用到一个新的 创意软件控制器 Tallbox Neo 摄影后期与视频剪辑的完美工具 让我们开始吧 Lightroom阶段 第一步 全景接片 我们把这六张选出来 先直接点击编辑照片合并 到全景图 如果没有曝光合成的话 你可以选择HDR全景图 没有的话就直接点击全景图 正常来讲我会选 你可以选择自动裁剪 但我自动裁剪 我觉得上面会云会取消掉一点 所以我一般是选择填充边缘 就是我希望这些云能够多解 点击合并 经过了大概一分多钟 那这张图就出来了 但这时候你会发现 整个走线第一点 图不是16比9 第二这两个下面 它有一些东西 让我们看上去这个图 就是这样一种歪出来的 第二步 二次裁剪 通常我们可以选择2比1 或者是16比9 其实2比1就是16比8 就8 9 10这样上来 但是这个我一般还是喜欢比较16比9 因为现在手机16比9比较多 第三步污点去除 因为在这张照片里面 要这个东西 可以让我们很明显的感觉到 是一个广角接片 因为这大概是30毫米端接片 这里有30毫米端接片的 并不希望让人家感觉到 只是30毫米端接片的 我也不愿意去裁剪掉 它因为裁剪掉 它要裁掉好多了 这样感觉要差好多 对吧 就不好 所以我的一个选择方法 是用污点去除方式来做掉它 等会因为要做明暗对比 所以我就到这里来去掉它 如果这个比较大一点 比较难搞 其实这个是到Photoshop里面 做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我也可以到这里做 点加一下这个 点加这个 效果还是不错的 很完美 很完美 天上有没有其他的污点 有没有看不太出来 第四步明暗处理 我们只要按一下这里 它就到了阴影了 然后我们阴影 然后旋转 慢慢的阴影就亮了 你看到阴影就亮了 随着我旋转这个按钮 阴影就亮出来了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这里拖动它一下 拖动它一下 我们曝光度 同样的曝光度也是这样拖动一下 然后我们高光 高光我们可以点击向上 然后慢慢的向下 你就不要去拉这个数字 就眼睛就盯着这个屏幕看 看到我要的效果 随着我的手转动 到了要的效果就可以了 现在觉得阴影 是不是太亮了一点 我们把阴影调下来一点 阴影调下来 因为全亮并不代表完全好看 然后我这边加一个渐变的这个东西 在这里 我希望这个下面不要太暗 同样的我们也调到阴影 阴影数字也往下降一点 不要这下面的阴影 不要稍微加一点点 不要那么亮 同样的整个曝光也去一点 这个是为了调整 调整下面的 然后这边我可能刚才 没有注意到 我们在做矫正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出来了 我们继续调整阴影 阴影让它回一点点 回一点点 曝光度也回一点点 点击完成 第五步 暗部降噪 会用到亮度蒙版 我们可以到Photoshop里面去了 让我们来做一个降噪的处理 一般我会选择noisy well来做 那降噪有一点 其实降噪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想的 直接我们选landscape 或者选nightscape都可以 一般选landscape就可以了 点击OK 因为整个文件比较大 但这个实际上降噪 它会把很多东西都降掉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我要让它对暗部进行降噪 也就是说我查盖子 看一看 输出到选区 然后减图框 那就很方便了 接下来 你像本来盖印 你要按Ctrl-Shift-E 像我这边我就自定义了 自定义了导览 把这个东西变成了盖印 我就直接把我的向下 向下的操作 我把它变成了一个盖印 就非常的方便 就直接我以后按盖印 我只要按按钮就行了 因为其实盖印在我的操作当中 非常非常的多 第六部 NIC Collection的Color Effects滤镜 包括详细提取天光镜 操作我们主要会用到NIC Collection的Color Effects 这个主要是一个 让我希望都让暗部的一些细节再突出一点 然后让天光镜的效果更好一点 在路途下完了OK 天光镜它是默认就加出来的 我们去掉加上对吧天光镜的效果还是不错 我们如果觉得太红的话 有哪些地方不想要 我们比如说这个地方 希望它能够再保持一点原样 这些地方再保持一点原样 蓝的地方不要太蓝 OK我们在下面 增长一些再看一下 是不是我主要是加强了这个区域 很OK了 第二我们把详细提取加出来 详细提取 对比看一下 对比看一下 效果还是很不错 效果还是很不错 就细节化好了很多 但是如果你觉得太强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效果往下降一点 我觉得太强了 有点HDR感了 然后最主要我们是希望在这两个 这些区域加 NZ Option 拖动它就可以了 一个一个一个来 多拖动几个 这边就差不多了 主要是这些区 那下面这些其实就不需要了 点击确定 第七步 NIC Collection的VVASA濾镜 继续加红火烧云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希望能够继续来加强这个火烧云 所以我再复制一个图层吧 复制一个图层 然后我们濾镜选择VVASA这个濾镜 之前我们其实并不需要每一次做去复制这个图层 因为ColorFX本来是可以自动创建一个新图层 但是它一直有这个问题会散退 所以我们现在就基本上不这么来操作了 我最主要我是在这个地方 注意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去 你说加红并不是这样加红 这个一看就很假对吧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加暖的过程 叫加暖色 为什么你的没有 其实我是把这个点击把它给点出来的 我们加暖色调 这样就更像那么一回事 我们按住option键 option键同时同样你也可以去选择它 art键 art键 根据这个来看 我们可以按这个长键 过来到这里 然后把它缩小一点 然后我们同样的上面加了下面要加 这里也要加 这个地方稍微给它微微加红一点 对啊 这些去 合理的增加火烧云 合理的增加火烧云啊 好了OK了 点击确定 效果是不是 如果你觉得效果太明显了 你可以这里慢慢的给它降低一点效果 对吧 我觉得还行这个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第八步 柔焦与润色 TK里面它有一个叫微量润色 微量润色啊 或者是叫我们叫奥顿 柔焦 我一般先做润色 这个润色效果是不是更自然一点啊 更油润一点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同样的你觉得如果它 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再降低一点啊 降低一点 这个是很简单的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适合了啊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操作 接下来我可以继续的去让它啊 你也可以选择在这边先盖印一个图层去做 这是我以前比较习惯的 但是经常会发现个问题就是到最后这个文件太大了3.5世纪 所以我们尽量去向下合并一些图层吧 其实我这个弄完了我就把合并 先图层合并掉吧 太大了操作太慢了今天啊 我们再复制一个图层 我今天就不去讲每一个软件这个之外的一个东西 我只是希望让你知道我是这样做的 你可以用这些工具来帮助你实现这样一些效果啊 这个你看发现用完以后哎 它会很夸张太夸张了对吧 那么夸张怎么办 实际上这个楼胶的东西我只是希望它对亮部有效果 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选择啊亮部啊 选择亮部啊 甚至我可以选择再亮一点好的 这个区挺好的 然后把它给删了重新减一下 我现在有选区的 对吧 你会发现只是在这块区域我加了一些楼胶效果了 第九步 锐化输出与批量随硬 这边它就叫网页输出锐化是现成的TK里面啊 REA里面很多地方都有 那么我一般水平已经设好了1920 直接点击就行了 它在微信上看上去是特别特别锐利的 特别特别锐利的 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也可以这样加上去 一般我是选择加上去 然后呢我会打一个水印上去 因为小图我在网上发布 我会打一个水印 水印实际上也是我现成录制好的一个Action 一个很简单的一些字吧 大图我会另外保存这个 但这里面颜色 因为我默认是一个灰色 这边调整一个颜色 就很方便了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现成的一个字体文件 第十步保存与分享 Safe.web 这就是我默认预设好的一些东西 品质100% 使用文档配置文件 那这个大家可以暂停一下来看它 然后选择保存 我们可以存到一个地方 这是我的第二个版本的一个东西 我可以来-2-S 这张代表我的小图 传到微信里面用 这就不存储了 这张我会再保存一个圆图的大图 这张我会传到图库进行销售 那么这个视频就差不多结束了 视频10分钟 其实真正后期时间超过半小时 因为合成操作的等待时间很长 总之摄影后期总是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的工作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享受二次艺术创作的乐趣 在遵循普世审美的标准下 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吧 Topbox Neo的操作体验怎么样 一边鼠标一边旋转旋钮去调整笔刷大小 或者通过滚轮去放大缩小画面 单手无需移动按键去拖动画面 通过十字键快速的切换工具 其实我剪接视频用的更多 时间轴操作从来没有过这么流畅 有机会建议你试试看 我是詹姆斯余政 一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职业摄影师 如果想了解更多我的后期流程 可以购买我的詹姆斯风光摄影笔记 有我最常用的后期思路 希望对你有帮助